因为其实这一次出来 就陈明通他跳出来 反而引来了大家对他的质疑 我们还知道原来他教了 其实学生也真的很多 那如果他在过去丁论文 或是口试委员这样的身份 有这些瑕疵在的话 在未来他的可信度 他的专业度应该备受质疑 我就应该这样 我不要评断我的老师 那我在国发所 确实也是接受他的指导 我也接受周继强老师的指导 还有其他老师 其实也都是我的授课老师 所以我不去评断我自己的老师 他有没有资格 或他有没有什么瑕疵 那个要由学校方面去作为认定 但我真的还是这样觉得 就是说今天林志坚这个状况的出现 其实有没有审查不言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他可受评断 也可以被批评 那只是在这整个的世界里面 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在乎的 就是说今天的这样一个爆料 是不是有所本 那我认为林志坚 他今天出现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因为他有两片 都有这样一个争议 而且这个争议其实来自于 是不同的质疑 那这个质疑的部分 其实我老实讲 当现在改这个对象变成是 换成是陈明通事件吧 然后陈明通他应该要怎么样 去负起所有的这个责任 那我反而觉得这整件事 跟原来的事件 是完全两个不同层次的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我现在大概对于 你现在这个问题的一个答复 凯强哥你帮我们补充一下 你这篇消息来源得到的一些内容 我觉得其实我非常尊重 尊重任俊哥讲的没错 我愿意修正我的说法 因为我得到消息来源正好就是他说的 他说的那些其实不见得都是绿营的 也有很多政治人物 然后他们其实也在国发所里面就读 他们得到的自身经验 也就是国发所 特别是某些老师就是这样 那当然就包括陈平同学老师的授课就是这样 那人静哥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 人静哥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学生 不代表其他人没在混 但其他人在混也不代表就没有认真的学生 所以我愿意修正我的说法 然后再来呢 再来呢我觉得这件问题是在于什么地方 我们先把事情摊开来讲好了 林志堅现在犯了两个很严重的抄袭 一个是2008年在这个中华大学 另外一个就是在台大国发所这样子的状况 那中华大学这个状况 基本上呢他87% 90几 都有抄袭的这样的嫌疑 那其中87%是抄这个竹科的一个结案的报告 那林志堅现在的说法是说什么 是说他其实有参与研究 他其实参与研究 我才是原创啊什么什么之类 他用这样的方式 他其实同样用这个方式去解释两个论文 那新竹这个论文是说 他其实一直都有参与研究 但是他既然没有列在前面发表的 这个作者当中其实就没什么好讲的 没什么好讲的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台大国发所这个部分 台大国发所这边其实原本也很单纯 也很单纯 就是呢他的论文跟余振皇高度相似 余振皇先毕业先发表 然后林志堅其后发表 然后也是非常单纯的 那其实这件事情也可以判定 也可以判定 因为教育部其实对于抄袭 是有很明确的定义的 很明确的定义的 怎么说呢 民国106年5月31号 教育部其实有发过一个函 针对这个所谓的违反学术伦理 到底什么叫违反学术伦理 有很明确的定义的 其中有十项定义啊 林志堅抄袭的部分是第三项 援用他人之申请资料 研究资料或研究成果 未住民出处 住民出处不当 情节重大者以抄袭论啊 这是有很明确的定义的 然后呢在前面中华大学的部分 他说我是自己抄自己那是我自己参与研究的 我自己参与研究的 但是这样也不行啊 因为在同一个这个韩式当中第六项 大幅引用自己以发表之著作 未适当引注也是违反学术伦理 所以基本上他的问题都非常明确 中华大学那个比例已经高到说 其实他根本就是大家都在开玩笑 那不叫做抄袭 那叫做复制贴上 那同样在国法所这边 原本案情也非常单纯的 就是林志堅抄袭余正皇的比例 到底高到多少 是不是抄袭呢 除了这个比例之外 先后程序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点 就是我昨天特别 也稍微去看了一下 余正皇的论文 在很多的段落 我就不一一讲了 在很多的段落 他是有完整的 像刚刚任俊哥讲的夸号 谁谁谁 你美国哪一 200几年出版 或2011几年出版 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加注消息来源 不是消息来源对不起 加注引述输出处 但是呢同样的段落 林志堅跟余正皇写的 一模一样的段落 林志堅却没有引述 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常识 今天我抄了 田方伦论文 我一定会相对来说 我的消息来源就是他 然后所以说 不可能说我抄了他的 结果我比他写的更认真 我还去引述 他每一句话的消息来源 对不起 出处是哪里 这件事情是不合逻辑的 所以他就是一个抄袭的问题 那最终台大要判定的只是说 他抄袭的比例 或者他抄袭的这个 这个情节的严重性到不到 到不到说必须要 比如说撤销学位 或是什么样的 做一些陈储这样的问题 今天这一局是谁搅混的 是陈明通搅混的 原本这件事很单纯 就是抄袭嘛 那只是你抄的到什么情节而已嘛 怎么判定嘛 他原本可以是一个台大 在院籍单位就来判定 林志堅抄袭的情节怎么样 是陈明通把他绞进来 把这一局变成另外一个 看起来像政商之间 不是商啊 政学之间 好像有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比如说余振皇 根本不是陈明通的指导学生啊 人家指导教授令有其人啊 你凭什么叫他的资料 给林志堅资料给他写 然后他的资料给林志堅参考 你引用我引用你 然后关你什么事呢 余振皇论文写不出来 他怎么不去找李碧涵的指导教授呢 他的指导教授李碧涵啊 找你干什么呢 那你为什么在那边瞧 在那边瞧说说 谁怎样谁怎样谁怎样 然后还跳出来评论 说哎呀我觉得林志堅 比较有原创性 那林志堅比较有原创性 你怎么让余振皇先毕业了呢 你还是他口试委员啊 拜托学术论文有一个很基本的 就是原创性啊 所以那为什么让他毕业了呢 那他毕业之后那回来 那林志堅要改题目啊 林志堅后他得改题目嘛 那陈明通又不要林志堅改题目 他是你的指导学生啊 所以原本这一局很单纯 不要怪人家扯到陈明通身上 是你自己跳出来 我甚至都怀疑他就是故意要跳出来 当这个挡箭牌 掩护林志堅过关的啊 因为林志堅如果真的 他就只是在讨论抄袭这件事情 送到院里面去 只要台大的这个 这个应该是社科院吧 不要不要不要 有太多的政治因素干扰的话 这个就死啦 因为现在在凯阳哥旁边 那个刚刚那个图表有沒有 其实就是这个认定 你刚刚讲到的部分 他就死啦 所以陈明通出来把这一把这一局搅黄啊 怎么现在我们好像我们在质疑他 我甚至觉得对 我们那种程度我认为也不要质疑他 不要质疑他 因为他就是出来喇敌赛的啊 他就是出来把这一局搞得乱七八糟啊 不然林志堅就直接倒了啊 然后最后我讲到论文这件事情 我们也写过论文啦 我的论文就没有封啊 就没有封啊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其他论文都要封 我知道有很多人论文会关 会关起来啦 现在好像是说最多也只能锁五年啦 就是五年啦 最多锁五年啦 那如果你要直接上线就开放 是说那个博硕士论文可以直接下载的 直接下载 然后呢 就是你不让人家下载 不让你只看摘要 不能看内文 最多期限也是五年 有啦 也有一些锁这个 这个永久的 那当然都是些 比如说理科的论文比较多 可能是 可能是这个商业机密啊 现在不能锁 或是专利啊 现在全部都是五 要特殊审核 没有没有 现在一般来讲啊 就说就台大的规定 我补充一下啦 就说其实我们现在都有一个 叫做学术伦理的课程 它是一个线上的课程 那我印象中应该是在107 还是108年的时候 有规定每一个毕业生 你要毕业之前 论文要缴交之前 你都必须要上完那个课程 然后这个课程里面 因为它分非常多的那个段落 那那个段落里面 你完了还要考试 你看你要过了之后 它不算学分 但是你就是必须要完成 这个所以 对于什么样叫做自我抄袭 什么样叫做自我抄袭 我认为研究生应该都清楚 因为现在是规定必须要 所以我想我这个回答 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我认为林志坚的那个部分 是应该很被大家质疑 是因为它确实有违反了很多人 觉得它不应该发生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我觉得它 这是它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就是说 现在所论文的这件事情 因为我还是这样强调 我说用所这个字 是不是代表它完整 我刚一直说了 现在的规定 它就必须要上传到国图去 你的紫本 你今天到硕博士的论文网里面 你也可以查得到 它唯一的差别只有两个 一个是你有开放电子前文 它有一个按钮 是你可以下载电子版 另外一个没有 它一定会出现一个 你点进去叫国图 点进去就告诉你在国图的 哪个柜子 哪个位置里面有这本论文 你可以到里面去借 所以有很多研究生 在这个阶段会讲说 你看我当年写论文多么辛苦 为什么 因为它网路上找不到版本 你要跑去国图里面 对它必须去国图里面去找 那所以它是不是代表说 我到国图里面去找 就代表它锁住不让你看 我觉得这个老实讲 我觉得我们用字精准一点 它不代表它只是没有办法 方便你一键下载 那你一定要电子版 你就是好OK 它就算再怎么锁就是五年了 它还是要打开 就只是方便你能不能一键下载 你知道我有几个朋友 它是这样 它所论文 也不能讲所购 我刚刚自己讲 就它不开放电子版 它愿意让你去国图 才有几种原因 有人觉得我这么辛苦写 但我觉得我写的蛮丢脸的 我就是一个觉得 我最近也没有写的很好 所以有人觉得说 我不想让人家电子版下载 但你要真的去看 到国图去看 另外有一种人的心态是怎样 你知道他就觉得说 我写的这么辛苦 我让你一键下载就下载完 那么方便 那你要找你真的愿意引用我的 你到国图去 所以我不去揣测 每一个人的不开放的动机 因为我还是强调 它没有锁不锁的问题 因为只有方不方便你一键下载 跟你必须到国图里面 去借来一页一页翻 差别就只有这个 所以我觉得单纯 我其实接受刚刚凯翔的说法 我会老实讲 就是说每一个不管哪一个学校 一定都有 老师之间有老师之间的问题 学生之间有学生之间的问题 那你说我 就是说是不是每一个学校 都一定说好棒棒 每一个都很崇高都是胜了 我不敢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还是就事论是一码归一码 什么样的东西符合到抄袭 比如说表格 一样算不算抄袭 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 表格能不能算到抄袭这里面 至于内容部分 这个真的是可以被谈 这个大家都有经验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一个看 我认为事件要处理 它事件是要处理的 它的月托 不管是对林志堅本人 或对于学校来讲 都是伤害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是说 说人家这个泼脏水 你把脏水扫起来 就原本要拿去丢掉 要随便洗地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张景森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陈明通 你现在出来讲这些 反而把你的脏水又泼在地上 又越拖越脏了呢 好 感谢我们的MC Chen的这个donate 他说凯翔赞 我要想赴兰一下方伦 其实这一局连小绿也看不下去 王婉玉这边的说法 他是说你已经严重的违反了学术伦理 劝他不要再硬拗了啦 那当然就教育部科技部 还有就中华大学 是不是应该赶快去尽速的查一查 他也提到说 仍然到这个国家图书馆 都可以去查阅的 可是你这逐科管理局 这样还要花45万元去买 是不是潘啊 我觉得他这样讲 这个科技部应该自我检讨 很认真 其实从新闻 宏威议员他在第一时间 开始开记者会 包含前两天这个报纸的爆料 然后让大家去做很多讨论 其实大家常常都被这个 卡在台大国发所 陈明通这一局 给混淆了视听 为什么我要讲混淆视听 因为我认为林志坚 他从第一份论文 他超科技部的这个部分 就有问题了 我这一点都不在乎 他在台大国发所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他的资料 他要怎么去做 这我真的不想管 我就只问 请问一下 我们林志坚的论文 他跟2017年12月26号 这个科学工业管理局的采购案 这一个题目 是不是有大量的 大幅度的类似 第一章的第一节 第二节有没有 第二章的第五节 其实大部分 甚至到第五章 是超人家第四章的全部 第六章是超人家第五章的全部 那林志坚有出来为这件事情做解释吗 有 他说什么 他说我有参与啊 我有参与 但是你参与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林志坚你自己出钱的吗 这个东西是科技部出钱的 换句话说是 节目前的你跟我 我们都有出钱 换句话说是 我们所有摄影棚里面都有出钱 帮林志坚写论文 他在谢词里面有没有感谢沙沙主播 他在谢词里面有没有感谢 全台湾2350万的老百姓 应该是没有啦 他应该要去感谢的是科技部的协助吧 可是我们去看到的是什么 一字都不提 为什么 一提就露线嘛 一提就会被翻出来嘛 我们其实 因为我自己写过论文 所以任居哥刚才讨论说 那个我们送论文的时候 要去送国土对不对 其实现在大家有看到这两天 台大有公布一个新的规定叫做什么 你要先去跑一个那个 有没有抄袭的那个系统 这是新的规定 那其实我自己在送论文之前 我也有去买 然后就是去送 所以有些其中的表格 我说老实话 我有一个表格被跳出来说是抄袭 我吓到我想说这怎么会是抄袭 那个表格 因为我是研究台北市场选举研究 所以我不可能去说 改连胜文的票数 我不可能去改什么 这个柯文哲的票数嘛 那这个算不算抄袭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一个一个打开来去讨论 这个真的都可以被讨论 对 这都是可以被讨论的东西 这就是学术 我们要去讨论的 伦理的问题 可是我们回到 今天竹科的这份报告上面 这一个民调 这一个市场调查 民众满意度的调查 是谁花钱做的 不好意思 是中华民国花钱做的 请问一下 这里面的文字是谁写的 如果是你写的 为什么竹科的报告里面 没有林志堅的名字 如果这一份报告 都是充满了林志堅的影子 那我就想要问一下 当初竹科的这一份报告 委托的厂商 是不是有 这个违反相关的这个契约规定 违反 那你这一份预算 你根本不应该提取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去讨论说 他跟那个于正皇的关系怎么样 谁操谁 我一点都不在乎 我只在乎他在新竹的这一份 因为在新竹的这一份 才是能够真真切切的 证明了一件事 林志堅你不是抄袭 你就是盗窃国家财产 要嘛就是要跟我讲 科技部里面有人做了 不对的事情 居然去抄一个新竹市议员的论文 这样大可不必 方伦其实现在包含台大这边 学生他也已经提出检举了嘛 他们也希望台大可以 赶快来捍卫学术伦理 否则你越晚处理 对于其他不管是台大毕业的 或是正在念台大学生 其实都是相对来说名誉是受损的 那当然我们的好朋友黄世修 他也制造了很多不同的梗图啊 像是这个唯一支持新竹桃园美利坚 那他是不管超跑市长 向您问好啦 或者是谢谢你之间我的超人 还有这个民调 又是不认为他落跑 抄袭也不影响他的选情 然后或是不是抄袭是类原创 但是方伦我刚有问到 就是有这个题目啊 就是说你剩下那5.1%的原创 到底写些什么 除了你的名字以外 还有感谢词吧 还有一些文字上的调动啊 因为这个东西很简单 如果你真的想要5.1%的原创 你就加一些自己的感人肺腑的一些发言 在里面 其实真的不难啦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都是用抄的 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引用文献部分 它也是用抄的啦 中文文献少人家一本 英文是全抄 那这就是代表说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他看的那些 我说老师 我在引用这些英文的文献的时候 我压力都很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老师都有规定 你要引用英文文献是不是 来麻烦 打开来看看 你真的念一遍给我听 你到底引用哪一段 我说所以我每次引用英文文献 我压力都很大 因为真的 英文有时候要看那个学术报告 不然你要简单啊 你说平常看那些什么 报导什么都还比较简单 所以我说他在英文部分 他能够全抄 真的 我觉得林志坚就很简单 他如果今天想要自清 我觉得啦 今天晚上 他就自己开一个直播 跟大家报告 他在这个中华大学这份报告 是怎么写的 告诉大家 我引用的每一份文件 出处是来自哪里 然后全部拿出来 我前几天我在整理家里 我大概 那个研究所的东西大概比 大概是两张这个桌子 这么多 就是我每个看过的书跟资料 我还不 我还舍不得丢 因为上面都还有那种 星星月亮加太阳 这一段很重要 因为我要引述 我要贴那个小纸条 如果林志坚你今天敢做这件事情 我们还勉强相信 你可能有做过研究 如果你跟我讲说你到今天 你把这些资料全部都丢掉 你这些资料 甚至我把一本文件摆在你面前 你跟我讲说你没看过 不好意思 你就是抄了 你这5.1% 可能是又去抄别人的啦 因为我们就发现了 你很多的东西 都是左抄右抄 到最后都变成你的类原创 这样甘好 对不对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网友 Andy黄的抖内 他说会害怕学术的扫地前提示 该学校要珍惜自己的名誉 也因此知识分子们 如果不勇敢集体站出来 要求学校回应的话 除非是航械一气 别让大家以为 台湾的学历这么好混 今天这个神操作 在中午的时间 有很多人跑去这边应援了 为什么呢 因为蔡英文总统 跑去帮林志坚加油 下面就一片回说 真的是贾博士 心心相惜假硕士 那当然还有人梗涂立刻出来了 就是林志坚有问到 这个蔡英文总统说 你那个箱子里面要封存30年 还有没有空间 可不可以再多摆我这一份 甚至两份 其实我不觉得他们 就是以蔡英文 当然蔡英文 大家都会说他论文有问题 那所有民进党 现在这个各种花式的 护航林志坚 其实我不认为说 每个民进党的朋友 或是新绿的朋友 心中都认为 都真心相信林志坚的论文 没问题啊 这不是一个 这其实是一个悲哀的事情 就是这是一个政治危机处理 就是在现在 林志坚该死已经被提名了 怎么办 林志坚现在问题 然后现在双北还这样悬而未决 然后林志坚已经被提名了 原本他可能在新北市 对不起 他可能在桃园这边 先是一个定心碗 先吃下去之后 双北再慢慢瞧 结果现在林志坚 看起来崩跌得非常快 林志坚在被提名之后 他有很多政治上面的危机出现 包括美利坚事件 包括现在的论文事件 那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换掉 那就完了 那就崩掉了 那不能换掉怎么办 不能换掉就是 全党要带着钢柜往前冲啊 那怎么冲呢 怎么冲呢 一方面就像刚刚任俊哥讲 我完全同意 林志坚现在做法就是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政治 政治处理的手法 就是我提告了 不要再讲了 你在讲 侦查不公开我不回应了 然后就是大家不要再讲 谁在讲 谁在讲我就告他 什么之类的 这样子的方式 这方式不代表说 他认为他自己官司会议 他只是不想要再回 留在这个议题里面 他也不想要再回应相关问题了 他只是不想回应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政治操作的方式 那再来呢 再来呢 你不讲官司内部 人家可以想跟你讨论细节 那个细节是你的弱项 你不想讲 可是问题是人家 还是问这一题啊 所以你不能都闭嘴啊 那怎么办 那就是抹黑 就全党一致定调抹黑 特别是今天 蔡英文总统这个留言 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他就是一个定调 大传于讲了 想箭往那边设 这件事情就是抹黑 这件事情就是政治栽赃 泼脏水啊 那所以就只好继续凹下去了 那但问题是 这个问题就在于说 其实他会越凹越像一件事 就像当年把管一样 当年把管也是用很多 不跟本质不相关的事情 来模糊原本那个本质的焦点 就是讲管忠敏 到底有没有资格 去当这个台大校长 他的程序到底符不符合 所有的这个公平正义 还有这个法律的原则 就只有这个问题 这是本质 但是呢 因为这个本质你很难去面对 你很难迎战 所以你就扯很多有的美的 东搞西搞的 到最后你可能还是得低头 我觉得现在这件事情 民进党可能一心觉得 我现在的提名布局里面 林志坚这哥棋子是不能倒的 所以呢全党带钢盔 一起打这场仗 可是这个党以外的 很多社会上面的公知 他的想法并不是这样 而这股暗勇是很强的 我觉得今天相较于 蔡总统在脸书上面 留这段言 另外一篇非常值得注目的 注意的文章 其实是为台大医学系的黄教授 他讲的是一个 他讲的就是 他是个台大教授 台大医学系的教授 他讲的就是一个很基础的 学术伦理的问题 认为说这件事情 不要把台大的招牌给砸了 结果呢 他被所有的这个超跑粉 超跑粉丝们 超人粉 上去上去上去洗板 上去洗板 这种事 是会激起民怨的 2018民进党 就是这样输掉的 所以他真的不要掉以轻行 我觉得这个暗勇 是智慧越来越强的 另外一件事 我也想要再偷偷问一下凯翔哥 因为呢 民进党唯一指定姐妹 周遇寇今天已经发言了 他写说 陈时中加这个潘孟安 是双北的绝妙组合 我们在昨天包含 不管是亮哥 还有很多的不同的人 都传给我这一份 采访邀请 他是在下礼拜二的 他是由卫福部 来主办的一个记者会 那这记者会 其实他是一个茶会 他是提到说 他是战役堡垒的新书发表 有感恩茶会 那他也讲到 因为呢在这疫情期间 我们守住了 打了一场美好的战役 那这个美好的战役 我们就看到说 是不是真的如同这个据点 准备要在这个茶会 等于陈时中 要卸下他指挥官的身份 要准备在隔天 中职会上面 他就会跟着 蔡英文站在一起接受征召 然后在全代会 他就会是那双北的 北市长的人选 这个这个采访通知 是这个卫生福利部发的 卫生福利部 有没有现在被纳入 民进党选举的机器当中 有到这种配合无间的状况 我是很难 我没有办法掌握 我也不确定 那但是通常确实 新书发表会 通常都是政治恩物参选 起手是没错 那安排在这个时间点 或许 或许陈时中 或是拱他的这些 所谓鹰派的一些朋友 一些台派的朋友 他们心中想的时间点 就是这个时间点 不能再拖了 所以把这个局 招在这边 但是呢 毕竟一个提名 一个提名还牵动双北 那可能还有很多 其他促中复杂的政治因素 那能不能如愿 当然这一周就是非常关键的时间 那至于周一扣 我觉得 我觉得就 好 好啦 OK 赞 如果这是潘梦湾的话 我也是蛮欢迎的 因为我是新北市人 那当然 当然不是说 这个我很想投潘梦湾 然后我也不太想投侯友谊 我只是想要 我只是很想要知道 而且你蛮常去肯定的 我现在有点怀疑你 我只是很想要知道说 我只是很想知道说 民进党到底 到底要挑战人民的底线 到什么时候 你已经把一个林志坚 新竹市长不当完 硬是平转 也不能说平转 当然直辖是比较大 好啦 但基本上还是县市首长 硬是把他的任期 给硬生生的咖断 叫他来选桃园市 然后这件事情 然后呢这个质疑 恐怕都还在 他可能也有一个暗涌 即便你现在说 民调不觉得我落跑 那不管怎么样 民众心中只有一把尺嘛 那结果你现在又调一个 屏东县长来 直接应选新北市长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 我真的很想要看看 台湾民众的忍耐程度 跟民进党心中 对台湾人民 民众忍耐程度的评估 是什么样子 是什么极限 嗯 给大家插播一下 今天的最新消息 刚刚这个疫情指挥中心 记者会上 今天陈仁中是有出席 有主持的 他特别提到说 人家问他 是不是要参选台北市长了 他只回六个字 但这六个字 跟过去你听到 他的反应其实稍稍微 你听到他松口一些了 他说有机会再回答 其实没有直接反驳的 至于潘梦安健在屏东 当然也被问到 他说我现在就是 现正的这个工作为优先嘛 其他的就再说 那两个人是不是 都有点松口了 但是我要请人俊哥帮 我们解读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先岔开来提一下 因为你别忘了 在台北市长这一局 民进党还有一个阿甘 他还在持续的往前在跑 那个是林嘉隆啊 然后接林嘉隆下午 他拖他们的办公室去提告 就是因为现在 其实在网路上一直疯传 包含像Dcar 还有很多人都在说 有这么一个5月25号的民进党 执行会议记录摘要 然后里面 又跟之前流出来 这些密件等等 很像如出一彻 有很多完全 他跟你讲说 一定要在全代会前完成 或是7月前完成的 其实讲得很明白 就是如何如何的 要second给陈时中 布下神坛 慢慢的走向选举这一步 然后在这之间 要先力拱他捧他 并且要记得打压正国会 跟打压林嘉隆 我没有很理解他提告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他现在身份也很怪 也不是什么参选人 也没有 明讲也还没提名他 不过 你从这个进来看 就是说这段时间 林嘉隆确实一直很争取 在台北市能够被提名 但民进党就是没有想要提名他 到连今天为止所提出来的一个版本 我们刚刚凯翔说连潘孟安都出现 虽然潘孟安都要心本 不是我说是寇寇姐说的 对 寇寇姐还发了脸书 还特别 气得咧他整个立刻反驳你 又读家 没有我尊重 他是转述转述转述 我是尊重 就是你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多数人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 就会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民进党确实 很不想让林嘉隆出来选 那所以如果今天是这样 嘉隆要告的 应该是告民进党党中的 是 就这份文件到底对谁 产生杀伤力我不知道 因为他里面就讲说 有一个会议记录 OK你就算有个假资料 那然后呢 他没有改变任何一个民进党 到现在为止的这个状况 而且你说对谁产生伤害 因为你告要有人 因为这个文件而受到损失 那所以我觉得他 其实真正凸显了一个事情 就是说民进党 他是不是在整个的 这个六都的选举里面 全部都用政治上面的考量 甚至用党内的思考 去思考他要提名的人选 而不是用大家过去 一直认为说 哇你选举就是要 为民众谋福利啊 为在地的民众来做思考 看起来没有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林佳龙又有意愿 而且又强调他干了这么久了 这个做了这么多的这个准备 然后也说了很多很多 陈时中他觉得不适任的 这样一个说法 但是民进党没有人听进去嘛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凸显 就是说到今天为止 你看民党这么多 而且你看陈时中他本身 参选的意愿很高啊 他也没有不选啊 那多数人都会觉得说 你真的很想选 你就赶快下好了 反正指挥中心有你没你 其实这一段时间也没差啊 你也不是用每天都站 你今天又出现 出现完了之后 问你选举你又很爱讲这样 那如果你今天 已经没有心在这个位置上 其实你早一点宣布 早一点离开 我觉得你的支持者会认同你啊 会接受你啊 所以民进党的 他的很多支持者的担忧 跟他的疑虑是来自于 他们也不知道党里面 到底要干嘛 一天到晚一下讲这个 一下讲那个 然后每天都有新人选 民进党说法都会说 我人才记忌 他人才记忌 说他们人才记忌 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参选 但你真的回来看就是说 他因为少不出人来 对啊 新北还真的每一个人 都已经讲过了 不只是新北 你看陈时中被传过多少地方 一人卡住了 台北 新北 基隆 桃园 前一阵子换陈建人 台北 新北也都能选 现在又多了很多 就是说当你发现到 就是当选战越到后面的时间点 他没有办法定案 而且看起来这个 没有办法定案的原因 绝对不是因为人才太多 而是因为有人想要 而你不想给的时候 他就是派系在这里面 互相的去 去这个 也不能讲斗争 互相的PK 那到最后谁能够胜出 老实讲 有时候推出的人选 不见得是最好的人选 还有时候推出的人选 真的不见得是最好的 但是是什么 你知道 派系共同能够接受的人选 那这种我觉得 就是要让选民自己去看清楚 就是说 他在这样一个分擾完了 推出的这个人选 到底是不是你真的想要的 嗯 或是赶鸭子上架 我们要问一下方伦 其实包含现在 我们比较疑惑的是 李兵颖在这每一周呢 他都会接受周一扣的专访 但每一周都语出惊人 我们实在是不知道 他现在跟陈仁中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 之前这个陈仁中病况 好不容易好转 他说一周之后 才是这个危险的开始 或是重症的开始 然后李兵颖在今天 他就周一扣的专访 我觉得比较奇怪 是他明明就身为是 这个专家小组的议员 但他提到说 他不满这次整个防疫政策 两个点 一是叫做社交距离 二是在火车上面 或高铁上面的净饮食 他说是搭火车 到台东数个小时 他渴得要死 又饿得要死 指挥官你应该有 相当的行政权责 是可以命令 所有的部会首长来做事吧 效率会更高 他说陈仁中的离开 不一定与疫情有直接的关联 这段话就有趣了 如果陈仁中要离开 早就可以走 因为在解封前离开 对政治生命是最好的 我不知道李秉颖 什么时候变成这么一个 充满了政治语言 三言三语 点到为止 而且继续打到痛点的一个人 但是不是也是因为 现在有传出来说 接下来如果陈仁中卸任之后 要由谁来接 包含卫福部长 是不是有人提到说 薛瑞元或邱泰元 就是没有之前传的李秉颖 当然也不会有所谓的装人想 首先第一句话 就是我们现在标题 看到那一句 李秉颖说对政治生命最好 不好意思 是对台湾人的生命最好 7000 到今天为止 7,328个 因为疫情而离开 我们人世的好朋友 7,328个 这7,328个数字 就是陈仁中 你不管要去桃园 去基隆 去台北 去新北 你想去哪里去哪里 但这7,328个数字 会跟在你后面 而且这个数字每天都还在成长 到现在为止 我还记得 就是李秉颖说的啊 6月10号疫情会反转 今天几号 7月7号 一个月了 疫情反转了吗 真的掉下来了吗 我们真的看到的是说 整个疫情已经开始已经 进入一个安全稳定的情况之下 还是让大家就是稳定躺平 我们李秉颖他讲出这些话 我觉得是 反正陈仁中 你在这个位置上也不久了啦 你这个专家小组的会议 你在开你在当我老大爷 也不会太久了 那既然不会太久了 我开始说一些实话 我开始说一些 我心里的位 对不对 难道没有家长反应过说 我们带小朋友去花冬的时候 坐火车不能饮食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那你社交距离 当时没有参与决策吗 对啊这些决策 难道都不是你的决策吗 还是说现在我们的 这些专家小组 要一个一个跳出来 跟大家讲说 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的决策 都不是专家的决策 我要强调哦 都不是专家的决策 换句话说是什么 很多的决策可能是 政治性的决策 很多的决策可能就是 为了福音政治的需求 所以去进行的决策 3加11是不是这样的决策 我觉得他去讨论社交距离 他去讨论像车上 能不能饮食 一点都不重要 你回头跟我们讲说 我们的疫苗政策 你们当初怎么讨论的 我就相信你李斌 你现在要开始跟我说实话 你现在要跟我讲说 当初我们3加11的讨论过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才是台湾人民 心中最在乎的是 你到底整个疫情的决策过程 有没有专家的存在 我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去强调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不管疫苗也好 快筛也好 小朋友要怎么打也好 或者我们整体的防疫策略也好 都是跟我们讲说 是专家小组的会议 但是从头到尾 没有给我一份科学报告 你要不要先报一下你家旁边那样图 你今天累积的数据 对现在就是 因为我每天都会去记 对 对在我来说 这一些人都是7,328个家庭 7,328个家庭 因为疫情而有人离开我们 这都是台湾人 这些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 这些都是我们身边的某一个朋友 但这些数字我们撑得过去吗 到今天为止 儿童重症还有91例 现在生小孩多么的困难 压力多么的大 儿童重症还有91例 这些数字 你诚实中你敢放掉吗 所以我觉得 我们谈到疫情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必须要很悲观的讲 我们台湾就是用政治 用气质在防疫 为什么 因为你很多东西都没有专家数据嘛 没有专家的东西就是一个假的东西 你里面你自己有这么完整的一个 医疗的这个学习的过程 你跟我讲说 你这些讨论的东西 你敢负起责任 还是你今天上节目讲的话 才是你的心里话 你在指挥中心的专家小组里面 是没有决定权的 是没有发言权的 从诚实中离开那一刻 你才可以做出最专业的判断 如果你讲出这句话 我敬你是条汉子 但我相信你不可能这样子 你只敢在扣解的节目上 发发牢骚而已 大不了如此而耳 OK 我们感谢我们的Mark的等内 他说 只要没有著名出处 就叫做抄袭 以及是写论文的基本规则 非常感谢您的抖内 凯翔哥 其实在这个临船 没有做出的这一份 每次都会来讲 让你讲一些奇怪的民调 而这一份民调呢 就是包含候选人支持度 一样是撒卡多的状况下 不过程忍中是领先讲万安了 那不知道现在是因为呢 这个炮火全部都在我们的超人市 掌握超跑市场的身上 所以程忍中上来呢 还是这份民调 又是帮忙趕快去先去铺路了 网友当然也说 台北人的智商是勘率 或是准备要看这个大型的 台北人的智商智力测验 我觉得我 要怎么讲 我稍微看一下这份民调 他是所谓网路民调 但他详细怎么执行的 这样子的这个 或是有没有特别锁定在台北市民 这样子 他怎么执行这件事情 我不太清楚 就像比如说之前 我有评论过ET Today的民调 我觉得参考价值蛮低的 因为他是比如说 你发送简讯给你 你可能会收到这个简讯 然后你自己有兴趣的话 你就填在回传 那这个当然就是他就会 就是会去做这样子简讯的朋友 他可能政治东西 会比较强烈什么之类 他就会跟这个 常态分布的真正的母体 真正的所有的社会大众 可能会出现一些落差 那所以他的参考价值 就会不那么高 可是呢 如果你也不能说 他完全没参考价值 如果他持续用这样的方法 一直做下去的话 那你看那个趋势 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那林传媒这个横空出世啊 那第一个是我不确定 他的网路调查的方法 到底是什么 他怎么做的 那很难以用一些 一些方式 一些想法去研判 那再来就是 他没有前后的比较 所以看不出趋势 那这么工整的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天下这样子的 这个数字 那我也就觉得 好不好 恭喜时中 终于在连续输了 一个月之后 连续连续一个月 在所有民调当中 掉第三名之后 终于有一个民调 你是第一名了 我们恭喜陈时中 我们恭喜陈时中 好 民调我觉得有点太委屈 你硬要去解答这个 那你帮我讲讲 芒果的事情以外 我们现在 因为强力在推石斑鱼嘛 刚刚这个 我们听到潘梦安 不是也特别讲到说 他今天就是宪政的行程为主 那石斑鱼的事情 也是急需 要赶快的去解决 但是在陈其迈这边 其实耿涂做的也挺好笑的 历史哥 就是我们看到了 北友超跑市长 南友超暖市长 因为这个石斑鱼薯条 在日文的名字上面 现在又涉嫌了抄袭 所以也被厂商给紧急认错下架 我觉得这事情 这事情对 然后该怎么说 我觉得石斑鱼啊 什么芒果啊 这些问题都在于这个问题的本质 就是大陆市场 你不用想了 你在那边 你要搞大陆 然后搞中国怎么样 你就去搞 可是终究是 如果你真的想要帮农民 渔民找出路的话 就是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跟品质 不然的话 就只是你们这些政治人物 在推卸责任 成绩重 然后管鱼 管芒果 管所有农产品 现在卖不出去了 然后就开始叽叽歪歪的 好像都人家错 都人家错 回来那你要告诉我们 说我们农民是怎么样 反正好那中国是流氓 那请问一下 你到底还要不要中呢 不要中你也说 你也说个话来嘛 那石斑鱼也是同样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小打小 大是大非是 请问一下我们这些产业 过去靠着让利 过去靠着两岸红利 然后养大的产业 现在还要继续做下去吗 这才是地方首长 或是陈其中该做的事情 那其他事情就是 好笑 笑一笑过去之后 你可能笑着笑着 就哭出来了 我们要提醒大家 其实包含陈其中 他现在的解决方法 除了他说8月 会有推出一个 石斑鱼汉堡出来 那这个要尽情期待以外 另外我们也都知道 不光是芒果 在香港又被验出了 因为一个芒果 他说要确诊 所以200公斤 现在全部都要销毁 或是凤梨 他其实也跳票 我们还有9000多公噸 都还没有销出去 大新闻大爆挂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挂 等等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维生性 电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后 会再还原沉水 温和不刺激 也不会伤害肌肤 所以母亲姐要到了 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 赶快到快点购 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717 帮你把好康带回家